Hello 大家好 今天黃絲奶廚房想和你們分享我今晚的晚餐 今晚只有我和我老公兩個人吃 其實我們已經晚餐盡量不吃飯 所以你看到桌面這三碟菜都是我們今晚的晚餐 不會再加飯 只吃完飯後我們還會吃一點水果 我們先看看三文魚 其實三文魚Omega-3非常豐富 就是Omega-3魚油 由於Omega-3是我們缺少的油 所以我們都會盡量吃多一點 還有我會用橄欖油 橄欖油含有Omega-9 所以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其實平時那些 例如粟米油或芥花籽油 它含有很豐富的Omega-6 但Omega-6我們攝取得過多 就會令到身體發炎 所以暫時來說 我只覺得飲食就開始要改變了 就是要攝取多一點魚油 例如三文魚 或者一些高油性的魚類都可以 第二道菜是蒸蟻瓜 蟻瓜含有很豐富的抗氧化物 花青素、熱黃素 對於眼睛也好 亦可以防塞痣 亦可以降膽固醇 而且亦是有抗癌的作用 我們首先洗乾淨後把它切件 切完件後把它浸水 可以避免變黑 而且浸水遲些蒸的時候 亦是不容易變啡色的 不過我這次這枝茄子 好像比較老 因為切開已經看到很多核 如果比較嫩的那些 切開就應該不見到核 不過我吃下去都OK 都沒什麼特別 好,茄子先浸水 油浸到你要溶的時候 才再撈起它 另外再預備一個山菜 由於我們晚上不吃飯 有時候我們午餐的時候 都會吃一些炭水化合物 例如有時候出去吃 有時候會吃飯 或者粉麵 如果是晚上 就盡量不吃炭水化合物 菜要有 青菜 還有剛才的矮瓜 有兩個菜 三文魚就是肉 很熟 好了 現在我們就蒸茄子 現在要預備蒸 我們先撈起茄子 撈起之後 就可以煮這些水 到水滾 我們才放進去蒸 另外這隻 就是山曬蝦皮 其實這隻蝦皮也很好用的 因為它可以高鈣 可以補充很多我們的鈣質 可以強壯我們的骨格 現在水滾 就把茄子放進去蒸 然後我會計時 5分鐘 用大火蒸 5分鐘之後 就可以拿起茄子出來 你看到還是很漂亮的顏色 然後我會先把蒸 再加一些油和鹽 加水 然後如果要蒸生菜 其實技巧就是 水要滾 你下菜的時候 不能一次過加太多菜 因為如果一次過加太多菜 那些生菜很容易會變黑 還有就會不漂亮 沒有那麼脆綠的 這個技巧很簡單 如果是鹿生菜 然後放進去之後 我用一個抵押 按一下它 其實已經可以馬上撈上來 不用等的 你按下去 然後你看它的顏色馬上變 然後就馬上撈上來就可以了 然後我剛才那些菜 我是分開兩次綠 即分開兩批綠的 綠完一批 再燒滾水 再再加 因為一次過不能加太多菜 好啦又是 按幾按它 然後就撈上來 這個菜已經是非常簡單容易做的 而且吃的時候 我會加少許蠔油 但是不會太多 有時候如果想清淡一點 就连蠔油也不放,因为刚才绿菜的时候已经放了少许盐了 接着在锅里放了少许橄榄油 现在我们就要转小火 最主要就是炒香这些虾皮 炒香这些虾皮会很香和很脆的虾皮,很好吃的 还可以吸入橄榄油 待会就会在菜里吃 虾皮炒了之后就会淋在茄子上 因为刚才茄子我们蒸熟了,但是没有放任何调味 所以炒虾皮之后放上去 接着可以放很少的豉油 这样就可以了 另外就煎三文鱼 最好用一些易结锅或平底锅 放很少油 因为三文鱼本身应该有很多鱼油 所以就不需要放很多油去煎 我放了很少的油 然后 你放下去之后,我是用中火的 放下去之后其实就不用动 煎鱼不用动 煎到底部有少少的呈现金黄色 你就可以反转 反转再煎另一面 然后调味 我最主要就是撒一些盐 一些盐盐 或者是幼盐 还有少少的黑椒 跟煎牛扒一样 都是这么简单 煎中的扒 然后就会放些盐 和黑椒 就可以了 然后反转另一面 煎完又是盐和黑椒 这个三文鱼就搞定了 现在三个菜都很简单搞定了 那我就不用吃饭的 我和我老公都是 吃 鱼 吃矮瓜 还有吃这个菜 已经非常足够我们的晚餐了 之后呢 就会再吃少少生果了 我刚才也吃了香蕉 好了,今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其实最主要我是想和你们分享一些 煮菜的小技巧 希望我们的饮食会越来越健康 因为 知道现在新一批的饮食习惯 就是尽量要少碳水化合物的 所以今次的晚餐是没有饭的 好了 今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有一条影片的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 our channel 还有欢迎你的影片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